昨天,澳洲总理在发布会上宣布,澳洲将在11月解除国际旅行禁令,澳洲各大媒体纷纷刷屏这则消息,许多人都非常激动,不过,但仔细了解了具体的细节之后,国际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签持有者却没有澳洲国民那么兴奋,下面来具体看看。 国境打开对应的是出境和入境,先看一下出境的有关规定。澳洲境内公民和PR接种了两季的,出境不再需要申请豁免,回澳后居家隔离7天,无需酒店隔离,12岁以下或者有特殊医疗状况未接种的可以豁免,没有接种的回澳后仍需在特定的酒店采取为期14天的隔离。 入境澳洲的话,以下三类人士将有优先权,首先是澳洲公民和PR,然后是技术移民,接着是国际留学生,国际旅客的返回明年才能推动,看到这里也就能明白,为什么国际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签持有者并没有澳洲国民那么激动呢。 很多人都想知道,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签持有者,什么时候可以大批返回,尤其是留学生。 据澳媒猜测,仅中国就有超过8万名的留学生,在返回澳洲开启正常的留学生活。 新的边境开放政策严格规定,所有国际反傲者需接种TGA通过的疫苗。 这次TGA共对6款疫苗进行了评估,其中有中国的3款,最后评估只认可了中国的科兴和印度的1款。 不过TGA表示,由于缺乏数据,这4款虽暂未得到认可,但随着更多数据出现,也是有可能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得到承认的。 也就是说,在目前的规定下,接种两剂科兴的入境人群将可以只采取7天的居家隔离,不需要强制酒店隔离。 虽说澳洲国境打开提前到11月,但需要注意的是,澳洲各个州边境的打开时间将有所不同。 州和领地只有达到了两剂疫苗接种率80%的才可以开放。 根据目前澳洲的接种率数据来看,新州将会是率先满足这个目标的地区,其次是首都坦培拉、维州和塔州。 因此,新州也将成为全澳头一个取消国际旅行禁令的地区。 接下来就是等待具体的反澳规则,旅行禁令取消后,预计圣诞节期间,国际班机的需求量将猛增。 大量滞留海外的澳洲民众都有机会和亲友们团聚,留学生游客如果可以尽快返回澳洲。 澳洲的旅游、留学、两大支柱型产业也将快速恢复。 除此之外,由于疫情,澳洲劳动力大量短缺,国际打开将逐步推进零时签持有者回归,这也将恢复澳洲的经济和产业。